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头条来看的是这个世界 因为战争还有经贸的冲突 所以已经急剧的撕裂和对立 对立的双方相见的时候 究竟是有机会握手荣兵 或者是深化嫌隙 那么显然中国跟美国 这两个强国的最高外交层级官员的见面 是属于后者 深化他们的对立嫌隙 美中因为间谍气球的风波 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中美的外交最高层级的高官可以当面会谈 美国是国务卿布林肯 中国是王毅 他们的闭门会谈完全不公布画面 会后各自发表的谈话内容 只剩下深化的互相指责 在美国方面 他们公开向王毅表达 对于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他们非常的担忧 而王毅的说法是 中国其实是求和 所以他跟乌克兰谈的是模糊话 他也没有说是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支持乌克兰 但是他也不敢说他就是支持俄罗斯 他非常模糊的跟乌克兰说 那么中国的态度是寻求和平 没有什么成效 那么王毅呢 他在场边不断的跟德国 日本荷兰 很多国家的外长展开双边会议 但据了解呢 成效不彰 还是因为欧战 大家呢 喉咙里卡了一根刺 也就是呢 认为北京可能军援俄罗斯 这个担忧气氛是欧美各国一致的看法 看得出来成为王毅 现在冲锋外交战场最大的阻碍 这颗被击落的间谍气球 引爆美中关系无限下坠后两周 两国最高阶外交官员布林肯与王毅 上周六趁着同样在德国出席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机会 终于展开面对面沟通 尽管各方都认为美中两国有谈比不谈好 但这场约一个小时的美中高层会面 不但地点保密 没有任何现场画面曝光 会后双方更各自发表谈话内容 丝毫看不到关系回温迹象 王毅不但没有对自家气球进入美国领空 表达任何歉意 更是从早到晚火力全开 当天稍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公开发言 就反控美方制造政治闹剧 破坏中美关系 警告美方若执意借题发挥 一切后果得自行承担 王毅还批评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监控国 并称全球各地都飘有气球 只字不提自家气球非法入侵别人领空 除了近叠气球风波外 针对慕尼黑安全会议中 各方最关注的乌尔情势 布林肯也向王毅直白表明 美方对北京可能 军援莫斯科的高度担忧 会场中这样的担忧 不仅美国有 欧洲也对北京当局抱持高度警惕 因此就算王毅反复强调这一点 还在会议场边与乌克兰外长会面时 表明中方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 愿争取和平 试图借机维持中乌两国的战略伙伴地位 但乌克兰外长明显不太买仗 公开向中方喊话 强调和平是建构在领土完整上 要北京当局不能只动嘴皮 而是要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希望中国与乌克兰 一专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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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中国 无论所受什么样的包装 都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严重的侵犯 而在慕尼亥安全会议的公开演说 以及场边与日本外相林芳正会谈时 都反复强调中国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王毅 却只字不谈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 让他即使在会场上 积极与包括德国总理萧茲 荷兰副首相兼外长胡克斯特拉 英国外交大臣华勒斯 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等多国政要会谈 却连北京最期盼的经贸加强往来 以及公益链安全保障上 都未能达成任何具体成果 毕竟如果北京当局选择在欧洲最关注的乌尔战局上 与俄罗斯进一步合作 恐怕也会把自己放上了欧洲的对立面 TVBS新闻综合报道